Mazda最新發表的CX90 它是續CX60後第二款引進Mazda全新FR設定的底盤 七人座的設定其實也讓它的車長也是來到了5米1 然後它的軸距也超過了3米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大家伙 它已經搭配的是275然後21的圈胎 我第一個感受就是CX90它的操控 它的方向盤的手感其實是蠻特別 它非常的重手 這個重手就是說你是沒辦法隨便這樣打個方向盤 它就會轉過去的 而是你真的要兩隻手抓方向盤這樣轉 其實它是很運動的 以手感的這種感覺 絕對比很多現在新的這種電子方向機的那個手感 好很多非常扎實 像它實際上它的圈速並沒有很快 不是像現在新的一些車子可以有可變的這方向機比例 讓你可以這樣一打方向盤 打方向盤你就好像已經進彎 Mazda是沒有它不想要給我們這種假想 它希望說我就是你打多少給多少的感覺 再來就是路感 從屁股傳來的路感 從上一次CX60呢 我們覺得這個路感有點太豐富 因為它畢竟設定了雙A倍的懸吊 然後再搭上球頭 就是金屬的球頭設定 所以其實路感也是很清楚 但是呢我們今天在開CX90的時候 因為它的長軸距 我感覺到它的這個衝擊會比較緩 但是還是很明顯喔 就是跟大家想像的這個七人座 或者說這種大型的SUV來說呢 它是完全馬自達自己的調教 雖然它平常的駕馭比例是30、70 然後呢在巡航的時候甚至於可以來到19、90 就是非常後驅的設定 但是呢我們現在開起來其實 譬如說我在路山裡面踩油門喔 並不會感覺到是尾巴推著我走喔 那種感覺倒是沒有 但是呢確實是沒有那種車頭滑出去 甚至說車頭慢抓住 然後這樣扯出去的感覺 絕對不是前驅的設定 馬自達的懸吊部分呢只有一個調教喔 那我們現在即使呢放到Sport模式喔 它就是提升它的檔位 然後呢可以Hold轉 像我們現在開始 就是從3000、4000這邊開始轉喔 那剛剛在一般道路上的時候 其實你開起來幾乎是一、兩千在轉 甚至於低於1000喔 甚至於只有1000多一點點 所以呢配上這個巴速的自排變動箱 它的油耗呢是以3.3升的引擎來講 它是一級油耗喔 但是呢現在我們進了山路喔 我們來感受一下它的反應喔 直六渦輪引擎 其實這個聲音還是蠻豐富的喔 我覺得 就是它的引擎本體 配上它的變速箱其實是 蠻願意拉轉的那種感覺 踩起來的腳桿喔 是屬於大型NA的 那種扭力的 扭力跟馬力的爆發 並不是非常的兇悍喔 而是非常的順暢喔 真的有大NA的感覺喔 然後呢 這樣子的車動其實 像我們竟然可以在山路這樣開 已經是非常非常不錯了 但是你還是明顯的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比較高喔 然後你還是可以感受到 它真的是 身軀蠻大的喔 那因為它是FR的設定呢 所以它輪子的轉向角度 我可以多一點點 但是呢因為它沒有配上 很激進的持筆喔 所以其實你過彎的時候 你會覺得方向盤還是要打 超過我想像的那種感覺喔 沒有那麼運動感 不是說這樣一打 這樣一打就進彎喔 其實可以感受到 馬自達設定的給你的設定 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感受 讓你在過彎的時候 不希望你有太多的這個 車身的突然的動態喔 所以它其實 不管它的方向機 不管它的這個轉向的感覺 實際上還是屬於 中性偏一點點的推頭 就是在極限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是前輪先叫喔 像這邊一個U-turn 當然我就其實要多轉一點點 然後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就好像說 我開到一台四驅車 然後我車頭不推喔 但是它也沒有像 它也沒有幫我把它帶出去的感覺 它就是穩穩的這樣開出去 然後我可以聽到前輪在不斷的 不管在轉向方面 不管動力方面 正在push它 但是卻沒有達到我想像的一個 帶出來然後這樣射出去的感覺 所以它其實給的還是一個 馬自達希望說人車一體 然後呢可以讓你好好的 這個不會讓你有surprise 那種開法喔 去做它的設定 馬自達的車子喔 這次以我們使用來講 可以感覺到全車喔 不管是什麼位置 它給你的質感喔 都是非常棒的 尤其這個方向盤的握感啊 然後12.25吋的螢幕呢 也是非常的清楚喔 而且我覺得 我真的很想 懷念喔 像這樣子標準的三環錶 然後12.3吋的 CarPlay的螢幕呢 也是非常的寬 但是呢沒有觸控 我覺得就是有點怪怪的 很可惜喔 對於乘客來講呢 他們就是有豪華的空間 有很好的這個內裝質感喔 我覺得連第二排跟第三排喔 都是非常非常OK的 畢竟它是一個真正 七人座的這種車子喔 以市場的條件來說呢 多了CX90確實 讓消費者只要花大概 200出頭萬的價錢呢 就可以擁有像這樣 不管是這次的直六已經 或者未來應該也會有 2.5的Plug-in Hybrid 這樣子的車型 都不管是你要的是性能 或者說你要的是油耗 我覺得應該都是一個 很不錯的選擇了 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這表示你們喜歡 統哥拍的影片對不對 除了統哥的YouTube以外 Facebook跟IG 大家都要訂閱追蹤喔